怀疑大世界外电焦点带您来看到是 德国汉堡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凶贤闯进了当地一所耶和华见证人教会 开枪滥射 造成至少7人死亡 8人受伤 警方第一时间呼吁当地的居民不要外出 并且展开搜捕 但后续迹象显示 枪手可能已经在建筑内身亡 不过他的反弹动机又带领清 目击者拍下 歹徒站在窗外朝室内开枪滥射 目击者见状放声呐喊 似乎想提醒附近民众 当局获报立刻派出大批警力 前往案发地点展开搜捕 面对持枪歹徒 远景进入建筑之后不敢大意 举起步枪互相掩护 缓慢前进 引进社区传出大规模枪击 吓坏附近居民 事件发生在德国第二大城汉堡 当地时间晚间九点左右 枪手闯进当地一所 耶和华金正能教会行凶 目击者表示 枪手至少开了25枪 警方先是救出许多毫发无伤的生还者 接着陆续抬出多名伤患 第一时间传出枪手可能在逃 警方发布讯息 要求附近居民不要外出 但后续迹象显示 枪手可能已经在现场身亡 这场枪击案酿成严重死伤 枪手究竟跟教会有什么深仇大恨 心胸动机还有待厘清 成为人编译